Hello 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虽然不是一款课金游戏 但在游戏中处处都是课金的地方 虽然英雄能用金币购买 但武则听营正这些英雄 也不花钱是买不到的 皮肤天美虽然会送 但多数时候特效好手感棒的皮肤 基本是需要点券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玩家买了 肠子就毁清的三款皮肤 第一款 大乔的守护之力 大乔在峡谷中是一个拥有四个技能的辅助 技能虽然多 但操作起来很简单 他的四个技能中经常是二四技能连起来用 一技能的击退 三技能的沉默 很多时候打的对面没有脾气 大乔在峡谷中的皮肤不多 之前一直只有一款半生皮肤 其中上个月上架了一款团战皮肤 守护之力 这款皮肤单从特效和外形上来看 其实是不错的 但就是在游戏中使用起来 简直让队友摸不清楚套路 根本看不掉大乔的技能 不仅迷惑了敌人 自己的队友也是迷惑了 第二款 后翼的黄金射手座 后翼就从被天美加强后 实力是沿直线上涨 之前虐他的英雄 看不起他的玩家 终终都被现在的后翼打脸了 在排位赛中 不仅变成了必选的英雄 而且拥有超高的攻速 直接成为了很多英雄的克星 天美也是趁着这个势头 所以给后翼上架了一款新皮肤 和圣斗士星矢联动的皮肤 特效满分 打击感也是非常棒 但就是在实战中使用起来不太好 第三款 韩信的白龙银 韩信在这个赛季是被加强了 而且之前的霞虎中 还有天美给玩家送送的 街头霸王体验卡 导致很多玩家 已经不能用看皮肤 来猜测玩家的实力了 他的街头霸王手感好是公认的 无论是大神还是职业选手都喜欢他 但这款白龙银 很多玩家表示 买了玩过一次之后 就不想再用了 手感实在是不好 用起来很笨重 大家觉得在游戏中 还有哪款皮肤是不值得入手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 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